拿电话了 要不要去吃牛排 好吧 牛排了 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子叔 现在把翔翔接回来了 今天是六亿儿童节 本来我说带他去吃个牛排 然后再去一下游乐场的 刚才老饭又打电话来了 叫我们去吃饭 说他朋友过来了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今天就去吃饭算了 我先去换个衣服 因为下午去了闺蜜的炸鸡店 一身的油烟味 那个挖鸡什么东西 这挖鸡可以啊 吃饭咯 这个不要辣的放往中间 想想你要豆子吗 要呀 来 送完汤来 再吃一碗 你的干净都比较熟辣 嗯 你的干净都买的做做做 今天他都坐来跑哈 我说南康山也好多一点 你没有去算是吧 嗯 南康山也不错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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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吃饭的都吃两个盘哦 本来说不吃饭的 每天晚上不吃主食 我今天看到有这些好吃的菜 没有吃饭 都是你的我装那么多 这个碗很小 你们是家里面的碗是吧 这个碗真的是 人家长话的也说 不是怎么办的 我那个女生在六十七点 然后说到这种碗 老同学是哪一个 好大 啊 啊 我跟我来今天 一百八十了 还给我打盒呀 现在打包还剩了好多菜 刚才老奉还说 我好硬实 什么好丢了 买花一块钱 你钱回这个可以买花啊 可以 可以 你找一块钱 一千走音上面是可以啊 嗯 妈妈去找那个比较旧了 对 对面那个包厢 刚好表弟也来了这里吃饭 这个老板就是我的老同学 好了 现在打好包了 来了 好了 我看着你从那边过来的 你去了那么久干嘛了 喝酒啊 啊 打好包了 你叫我不要打我还是打了 别打包啊 怎么了呀 怎么了呀 就你那么要面子 只要你来开车 啊 过去了 再高一点啊 对 对 按一下 找车 排在那边过去 你去哪里啊 你到驾驶室啊 你到驾驶室啊 你你跑哪里去哦 说了你呢 打得开 小年代 叫你 还有你我吗 你 powered 就跟着这个车排啊 一kind